吉安西七角川溪每天都有很多民众前来休闲运动 不过沿路上并没有公共厕所可以使用 让前来运动的民众可以说是很不方便 为了体恤民意 华联县议会组成专案进行会刊 专案招集人黄兴 县议员黄灵兰还有迪布斯依赖 华联县政府和吉安湘公所 也特别到现场来了解状况 希望县政府可以在公有地震慑 流动厕所进行整体规划 吉安西七角川溪总长有6.5公里 早上清晨和班王的时候 以及假日期间 都有民众前来休闲散步在步道之中 由于沿路上并没有公厕可以使用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方便 民众并且向先用黄兴反应来解决乡村的需求 华联县议会并且组成专案 并且邀请华联县政府吉安湘公所 前往现场会刊 来了解地方的新生 七角川溪吉安西的一个建制 乡镇公所跟县政府 都很努力在这里做推动 所以目前沿岸上都可以看到许多乡亲 这是很好早晚的一个运动 跟休闲的步道 最主要是对河川的一个管理跟危险的部分 在防信的时候 我们对这条到河川的部分 也都很谨慎 所以沿路上都有设置桥梁 桥梁跟接点 让大家防信抢灾抢险的部分 有着力点可设置 目前因为整个河岸的部分除了安全性要兼顾之外 但是它是我们吉安湘的主要的河川 所以也灌溉着我们所有的土地 在这个区块在休闲总共是6.5公里 这么长 从我们的吉安西大山桥的部分 吉安西最上面的垂体桥的部分 一直到我们吉安西的出海口 总顿6.5公里 那这个6.5公里这方面 路上都没有 因为老百姓在这段运动或行走的时候 都没有能够方便的一个厕所来做使用 那老百姓也一直在请求 所以公务部门有注意到这个区块 注意到这个区块 那县议会因为有多位议员也股个关心 今天也都来到现场来 包括我们的黄念兰 从护理来 还有我们迪布斯伊赖两位议员 都有来做相关的一个关心 那所以在这个区块 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在县政府的方面 能够设置 公共设施 能够提供给老百姓来做使用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 我在议会做个提案 做一个会刊 将来召集人黄欣 县议员黄一南和迪布斯伊赖 则是建议黄欣政府做好 吉安西整体规划 活化利用公有形式土地 增加一些油漆设施 保存期间在过年之后就要到来了 也希望幸福能够加以进行盘点 当台风来的时候 能够做好防范的工作 记得终于简单下不倒 不信任何赞议员黄一南和迪布斯伊赖